同学们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利用TypeScript的语法去编写Express框架的项目 那我们也发现了 在编写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两个问题 我们回头来再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 .d.ts这个 类型定义文件 它可能对一些类型的定义不准确 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我们编写了一些中间件的时候 REQ或者RES做了修改呢 有可能类型的定义并没有跟着改变 会导致一些问题 这节课呢 我就来带大家通过编写代码 去解决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解决 .d.ts文件 它里面的类型定义不准确的问题 我们举这样的一个例子 打开router.ts文件 在这里面 我把这段代码画一个写法来写 const password 等于req.body 然后这里面 我就可以直接写password了 对不对 OK 当我把鼠标放到password上面 大家会看啊 这里password的类型是一个 any的类型 那于是 tapscript其实就变成了一个any script 那么我们知道 password它的类型应该是一个string类型 或者呢 password有可能不存在 这个时候你给我一个any类型 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那我就想对这个类型做一个修改 我们可以怎么修改呢 大家会想到 我把鼠标放到body上面 按住comband键 然后点击进入它的.d.ts文件里面去 这里呢 body的类型是来自于req.body 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我找到req.body 它在这里 OK 它的类型是any 那么我们可以改一下啊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改成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呢 我们要求它有一个password 类型是一个string类型 或者呢 它的类型是一个undefined类型 如果我在这里改一下保存 回到req.ts文件里面 我再把鼠标放到password上面 它就会提示password的类型是string或者undefined的类型 好像就没问题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我这么改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呢 实际上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别的同学在去安装依赖的时候 那这个expense这个body里面的index.d.ts文件 它会重新从npm远程拉取 那么别人安装的时候 它又会拉取到这个原来的这个代码 也就是req.body 那实际上重新安装之后 又会变成等于any 对吧 所以你自己去改这个nodemodules下面的.d.ts文件 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除非你说改完了之后呢 你提交给express的官方网站 让它的gethub跟着你去做变更 这样的话才有意义 否则的话你自己在本地改 这个文件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当然不是的 就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写法 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这块去写一个interface 我们叫requestwithparals 或者withbody 这样请求呢可能比较靠谱 比如说我们的请求会有body这样的内容 也就是iq.body里面会有内容啊 那么它应该继承谁啊 是继承request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这么写 现在requestwithbody和request是等加的 但是在这里面我可以写一个叫做password 类型是stream类型 保存 当然它有可能是undefined这样的一个类型 回过来我们看password 它的类型现在还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any 我们看哪里写错了啊 extend 这块呢我们既然写了requestwithbody 那么req的类型现在我就给它改成requestwithbody OK 保存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语法的提示 我们看哪里有问题啊 那其实啊 错误是在这里啊 那我的password实际上是在request的 对应的body里面的 所以我忘了写一层body 这块body呢 它的类型是一个这样的对象 当我这么写完之后 它就不会报错了 然后鼠标放到password上面 它的类型就变成了是一个stream 或者一个undefined 当然呢 比如未来我可能再传一个username进来 那么username现在呢 是什么 又是any了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我们放表单传过来的字段 它的类型一般来说 都是stream类型 或者undefined类型 所以我就可以对上面的代码 再做一个改良 这里啊 我就不叫做password了 大家记得之前我们讲过 k冒号stream这样的一个写法吗 也就是说 我传的这个内容的属性的值啊 只要是个字符串就可以了 比如说body.password password呢 对应的就是这个k 它的类型是个字符串 username呢 对应的类型 k值就是username 它也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这样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fun匹配 然后也就是说 我可以传任何形式的字符串的字段进来 比如说这个都可以 然后把鼠标放上去 这个正义的字段的 它的类型都会是stream或者undefined 那么就ok了 通过这种写法呢 我们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当.d.ts文件描述不准确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去解呢 我可以通过引入之前 它描述文件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对这个内容啊 再做一个改变 从而修正掉描述文件里面错误的内容 从而解决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 好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写了一个中间件 对req或者res做了修改之后呢 类型不能改变 我们希望类型也会跟着变 这个问题怎么解啊 我们先来写一个中间件啊 我们说中间件怎么写呢 app我们可以写一个中间件 中间件的写法是这样的啊 其实中间件就是一个函数对吧 如果大家写过express的话 它会接收三个参数 req res和next这个函数 req的类型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request的类型 res的参数就是 response类型 但是next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函数 它的类型应该是一个叫做 next function这样的一个类型啊 从express里面我们可以引入它 OK 然后我在req里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叫做 sayhello啊 或者说就是teachername 等于 这样 然后执行next这个函数 那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这个request里面的这个teachername嘛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你直接写 你虽然往req里面加了一个东西 但是类型没有更改 那req原本的在这个express的类型注键文件里面啊 是没有teachername这个东西的 所以你直接去调用它 往里加东西 它就会报错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一个类型融合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src目录下 去创建一个文件叫做 custom.d.ts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当然你叫做其他的名字都是可以的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仿照这个express 官方的一些语法 去写一个这个类型注键文件 这里我就直接写了 大家呢可以对照着点开这样的request 对用的类型定义文件啊 到这里面去看一看 它的类型定义文件是怎么写的 你可以看到它会定一个namespace 然后呢最外层它会有一个 express static这个core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再点击进入它 你会发现它是定义了一个express这样的 命名空间 然后在里面去定义request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呢就可以对它做一些扩展 我们也定义一个interface 看一下它怎么定义的 sorry namespace对吧 那我们也定义一个namespace express 在这里面它会有一个interface request对吧 那我这里呢也写一个interface request 保存一下啊 然后把这个目录关掉 index.ts也不用了 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写这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request里面 现在我需要它加一个teachername对吧 所以我在这写一个teachername 冒号 类型是一个screen类型 保存一下 那么它呢会有一个提示说 你如果定义一个namespace的话 是不是前面你得全局加一个declare啊 之前我们基本语法上讲过这个东西 好写完之后呢 那type script它有一个类型融合的机制 也就是说它会把你的这个express里面的一些东西 和原来node modules里面那个index.d.ts文件 做一个融合 融合完成之后呢 大家再来看啊 这个时候req.teachername 我们看一下 它还是会报 找不到 那我们可以重启一下这个编辑器 再来试一下 嗯 然后再来打开这个routerindex.ts 大家看就不会报错了 因为当我们去做这个类型融合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写完custom.d.ts文件之后 扩充了一个teachername 但编辑器有的时候反应的不是这么快啊 你重启一下就好了 那现在你去给teachername复制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为什么呀 因为当你在这里定了一个.d.ts文件之后呢 它就会知道request里面 除了有之前的一些东西之外 还会去多一个teachername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就写了一个中间件 写了这样之后呢 我在router.ts里面 我去用这个中间件啊 我说 如果你这个password密码错误的话 我呢前面可以加一个 叫 iq.2 我们刚才写的叫什么呀 teachername 大家看 它就会有这个语法提示 而且前面呢是一个 这个矩形啊 或者说一个立方体 说明它是一个存在的实体 那这块呢 你可以点一下 它直接就过来 你可以去使用它了 也不会报错了 就说明我的这个custom.d.ts文件 实际上已经生效了 好 保存一下 我们运行 npm run 第一位回车 OK Server is running 我们到浏览器上 到这个7001单口上 我去访问一下 7001 我输入123 点提交 它会说成功 当我输入一个333 密码错误的时候 点提交 它会说 del password error 那这个del从哪来的呀 del是不是之前 我们在index.ts 写了一个中间件 给这个req里面 增加了一个东西 叫做del 好 那么通过这种 类型融合的方式 那我们去写中间件的时候 也可以对req.js进行扩展了 而且扩展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的 类型定义文件 一并扩展完成 那就解决了 我们说的第二个问题 所以这节课 我主要就给大家讲解了 如何借助 tapscript的一些扩展 然后去解决 我们之前提出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类型描述不准确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你去写这种中间件的时候 类型没法夺到扩展的问题 好 那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 这么多的内容 大家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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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